嗨,大家好,我是CineSport动影地带的影评人Counter Artists 今天又和Michael跟大家讲评电影话题 我是Michael,终于病如归来 其实这个星期我们看电影不是太多 但也有些东西要跟大家讲 首先是一个专题性点 就是讲回上星期公布的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的赛果 这些赛果其实都是一如我所料 如果大家有所知,我之前在Facebook网页及其他平台上 都有张贴过这个预测的赛果 结果估计中了九成 稍后跟大家讲一下 另外就想讲一个网络的剧集 就是最近在Netflix播放的《寄生兽灰色部队》 《寄生兽》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日本漫画改编作品 这次这个韩国版 又和之前的日本版有什么不同呢 我和Michael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首先就讲了这个金像奖 我想这个赛果大家都知道 大掌方面最重要就是这个最佳电影 就是由《独舍大藏》拿到 之后男主角就是金手指梁朝伟 女主角就是白日之下余香盈 然后男女配角就是白日之下 就是一个姜大伟和梁雍庭 基本上都是意料之内的结果 Michael,这次你又对于这个赛果 你又会有什么感觉呢? 是不是你的意料之内呢? 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你可以估计了九成这么多 就是基本上好像都被你贴中了 不知道你以前读书是不是贴事题很聪明 我觉得这个赛果都没有什么令人意外的结果 我觉得其实都是挺正常的一个业界大长的结局 我觉得有些就实至名归 有些都是太公分猪肉 我估计这么多就不是因为我特别厉害 又或者不是因为我有预知能力 也不是因为我是业界人士 实际上我们连外围都谈不上 也没有什么内部消息 又或者没有什么业界朋友 其实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就懂得 怎么去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 其实好像之前这个大会主席 尔冬星也说过很多次了 这个金像奖其实是一个业界的表扬的活动 所以其实他大部分的奖都是由这个 就是那些评审都是电影业界的工作者去选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估计这个赛果 其实就要看回这个业界的取向 那怎么看取向呢 其实就可以看回他之前 就是一些工会的颁奖 其实在金像奖之前 每年的这个导演工会 編剧工会 都会做这些颁奖例 就是颁发当年的最佳电影 最佳男女主角的那些 所以其实你看回这些工会的得奖名单 对这个金像奖的赛果 其实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当中尤其是这个导演工会 如果看回过去几年的例子 好像去年那样 他那个最佳电影 最佳男主角、女主角 基本上都是跟后来的金像奖的赛果一样 就算去年有这么争议性的电影 级19岁的我 当年大家都觉得他这部电影 在金像奖就未必会得到赛 因为太多人有个争论 但结果都颁给他 但如果看回之前的导演工会 其实都是给了这部级19岁的我 所以他之后在金像奖再颁给他 其实就不是一个很大的惊讶 今年都是一样 今年这个导演工会的得奖名单 最佳电影就是《独视大壮》 然后就是梁朝伟和余香盈 结果这个金像奖也是一样 所以我所谓的提示金像奖 我都是按照导演工会的得奖名单 去编排这个预测的名单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时要分析这些东西 最重要就是用一些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一下 就是不要经常用只是想自己 例如自己觉得这部戏是否值得赢 又或者是否值得赢 又说这部戏是否自己觉得好看 其实有时就很难得到一个比较持平客观点的想法 所以这次的金像奖也是 如果真的从业界的角度去思考 我觉得这个财果不是非常难猜的 那么说到业界的奖 这个《独视大壮》 就是又修得又好看 那么有些人都会说 王子华拿不到男主角 是不是有些不太划算呢 就是当然梁朝伟我们之前也说过 我觉得他应该拿奖的 但是在这方面你有什么看法呢 这个最佳电影《独视大壮》拿了 但是他没有其他奖 有些人就觉得有些奇怪 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以业界角度来说 这部戏去年就收了个亿 就破了这个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对于这个业界其实是很振奋人心的一件事 尤其是过去几年 即十几年 香港电影票房都一样 突然间你一部戏 就是破了这么大的纪录 所以我觉得这部戏就算没有其他奖 只是计算这一件事而给他拿奖 我都是非常之合理的 至于你说男主角 王子华就失落了 就是被梁朝伟打赢了 我觉得又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很多人都觉得 王子华和梁朝伟都一样 就是他两个人都是 一个人之力 带起整部戏 就是带起整部戏 其实都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觉得他和梁朝伟最大的分别 就是这个 梁朝伟的角色就是 其实他是所谓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区 他扮演一个自己不太熟悉的类型的角色 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他仍然都可以 去推出整部戏 相对来说王子华就是做他平时擅长的一类的角色 而推出整部戏 我觉得他两个人的分别就是这样的原因 如果你说真的在演技上 我觉得如果 大鹏还不划算 他其实在第八个页面 其实都做得非常之不错 但始终那部戏就不是这么港产片 近年取代国内的演员 或者那些 提名人 在这个今场上都不是特别受到 一些评审的欢迎 所以就没办法去得到奖 当然了 有很多人就觉得王子华很惨 尤其是他在 颁奖礼上 最后回到最佳电影的时候 就觉得他好像 有点不太奋戏 或者好像 很不值 但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说整晚来说 最不值 或者最惨的 就是王子华 其实就是这个林宝宜 大家都知道他在八日之下 其实是演得非常出色 但是就报了这个 报错名 报了这个男主角 不是报男配角 其实如果他报男配角 基本上就可以说是赢了 100%赢了 但是 大家都知道 因为可能有些原因 就要 就是帮这个 白日之下同片的 这个姜大卫 去铺路 去拿奖 结果就 林宝宜就被逼牺牲了 就是我 就报了个男主角 变了由 100% 结果变了0% 对于我 整晚来说 他最惨的 提名人之一 就是他 那 就是 说了 金像奖 我们之前也说过 修哥说的 罪有应得 那 在女主角方面 那 其实 就是 余香盈 看来都是赢硬的啦 但其实都不可以说是没有对手的 就是这个叫做填症人L的那个女主角 亦都是 复星都挺高下的 但是你觉得他 他产底在哪里 他为什么拿不到呢 对啊 余香盈 拿奖 好像 我们之前看过那么多的翻奖 包括我们网络 影评人 拍赖 都选他 基本上没有什么对手 那如果看回他其他几位 就是有 好像 邪安琪 四拍四 又或者 不许 成分 卫斯 那些有少少未成气候 虽然他们的演技不是太差 但是又未至于真的 有力竞争 那他唯一对手就是 好像刚才你说的 田池L的中雪盈 但是我觉得 那部电影的最大问题 就是 我想 绝大部分的 这个 评审 就是投票人 可能都没看过 因为这部电影其实是 最近 才是在电影院公映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部电影是 所谓用偷布方式 去报名 就是在去年年底 上映了几天 符合了这个 报名的资格 就可以参加 其实过去十几年 一直都有很多这类型的电影 就是所谓偷布报名的电影 希望可能 就是自己做这个 金像掌 就是帮助到电影 后来上映有一个声势 但是如果看回 最近 几年的成绩 这些偷布片 其实都不是 真的有那么好的表现 像掌 不过去年风采起时 虽然也是偷布 但是 结果基本上 差不多没什么掌 这次的填词L也是 其实它另外一部 但愿人长9也是 其实两部质量 应该都不错的电影 但是在金像掌 都被冷待 最大原因就是 因为大家都没看过这些电影 这次的事件 应该让电影公司 应该思考一下 究竟这个 偷布报名 是不是有这个必要性 如果看回 好像去年 《独射大壮》 其实都是去年年头的戏 但是到了今年 都没有被人说冷落 没有被人说违望 照样都得到这个 最佳电影的大奖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 就算你不偷不偷布 其实是不是对 那个财果 是不是有那么大的影响呢 是不是大家好像电影公司 所想象 那样 那么重要呢 我觉得这方面 值得去思考 或者重新去 考虑一下 这件事 另外 刚刚跟你聊天 就是好像你对这个最佳华语片 你获奖的机会 你都好像 参透了一条 工程式出来 不如又走来说一下 是啊 其实今年 我猜的名单 唯一 猜错的 猜错得很紧要的 就是这个最佳华语电影 那么 我本来就以为 要是就孤注一集 又或者再不是 就是这个满江红楼 因为这两部电影之前 在大陆票房 又或者后悲都不错 但是结果就颁被周冲徐三海 我想我唯一 就是 猜错的一件事 第一 可能我不是太熟悉 他那个投票 那个截止的时间 那么刚刚他这部电影就是 他今年年初 就是周冲徐三海 在国内上映 票房大卖 所以因此 很多人都会支持他 因为这部电影去年 在香港和台湾上 其实没什么人说 而是去年头 应该就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如果看回这几年 这个项目的得掌人 你就会发觉有一个相同的条件 就是两部 其实都是由香港导演去执导的 一个香港意外地区的戏 就像去年那部 《海的进头是草原》的得掌者 就是这个导演 就是二东兴 就是香港的导演 但是拍了一个国产片 那么今次这个周冲徐三海 就是台湾片 但是也都是由这个香港的导演 王晶浦去执导 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是 如果虽然是一个华语片 但是如果是由一个香港导演的执导 就可以提高一线 或者可能大家的业界会对他比较支持一些 所以如果下年 都是有类似的case 就是可能有一些 国产片 又或者是台湾片 又或者是新加坡 或者其他地区的片 但是如果是由香港导演去执导 我们是否可以给他多一票呢 我觉得这件事就值得去考虑一下 那我招募以待等明年的金像奖 那我们再贴那时候 又看看 有没有这类型的电影 是不是又会取得奖呢 那说到香港电影金像奖 但是其实 虽然说是一个业界奖 也都是 有些是 一般的民众 会去投票 那 好像 看一些 网络上面 有些人有些批评 好像说 就是有些 他们觉得 挺好看的电影 但是又拿不到奖 例如《白日之下》 那类的电影 那你又怎样看这方面的情况呢 其实 我看回社交网络上面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记》 应该得多些奖 好像之前这个网络影评人 就是大奖 都是由这个《年少日记》赢了 结果《年少日记》只得了一个奖 就是跟去年的《正义狐狼》有点似 去年的《正义狐狼》又是在这个网络影评人 拿了很多奖 但是在金像奖就得了两个 我觉得如果是造成这样 跟这个网民眼中里面有些所谓不始如期的赛果原因呢 就可能其实跟近年一些社交网络或者网媒 的所谓和温层现象有些关系 近年我觉得很多网媒经常都因为某些原因 而对某类型的制作就会有些所谓大力吹捧 而且网民也都会 很配合 将这些 不利的电影的声音 差不多灭声 稍微有人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就会立刻被人 被人声吐 结果就会令到这些电影就像《国王的新衣》一样 有时没有办法可以做到一些比较持平的评价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不论中外的社交网络 例如欧美的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又或者国内的抖音都是一样 它的演说法其实都是按照用户的口味 不停在吹上这些所谓的相同观点的内容 因此就很容易造成所谓的同温层的现象 所以有时网民只是看到清一色 就是对某一部戏的赞扬 但就不知道其实另一方面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所以当他们看到金像奖的赛果 为什么跟他们看惯的声音有些不同 就觉得非常之不公平 非常之奇怪 但是其实好像刚才说 金像奖是一个业界的奖项 业界的世界 又可能和大家网民的世界有些不同 就可以因此有一个所谓的差距 我觉得这个同一层问题 其实都是不单在这个金像奖 其实现在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有时你思考 都是说回刚才开始 就是说有时如果你思考 其实最好跟对方的角度去想一下这件事 我想就比较容易去理解整件事的不同的一面 又可以有助大家去解决一些糾纷 对啊 我们也说了很久 这个香港电影金像奖是一个业界大奖 那他不代表说就是 就是对于这些电影是不是有一定的 就是社会影响力啊 或者他题材的身份程度啊 或者就是 就是 或者是题材或者故事方面 对就是 就是有什么 啟发性啊 或者思考性 这些 未必是他们考虑的最主要的因素 那有时可能网民喜欢某一类的电影 那同业界他们觉得那种成就奖 那个分别 我觉得那个偏差有时就在那里 那 就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电影金像奖都出了牢了 陈埃乐定啊 那我们也都就是恭喜所有的得奖者啦 那得到奖的话 都代表他们是有一定的 成绩在那里 那无论有些电影得奖多或少啦 那我觉得都是对他们 某一个程度上的肯定 他们在这个 就是电影工业里面 所作出的成就啦 在过去的一年 好 那说完这个金像奖 我们又说下一个题目 就是这个网剧 就是Netflix的寄生兽 灰色部队 这个寄生兽就是一个日本漫画改编 其实之前都拍过 动画版 还有真人版电影 都有两集 但是这次这个就完全不同 就是一个韩国的改编 其实他过台前幕后卡士都不错 好像幕后就是由这个 言上号去执导 大家都知道言上号就是凭这个 撕杀列车 成为韩国的一线大导演 他之前其实都拍过一些网剧 例如《Hellbound》 或者《The Curse》 都是一些神怪 奇幻类型的剧 所以这次这一部 可以说是开正他的戏路 目前他几个演员都是 OK 好像是男主角 巨交换 近来都很红的一个 韩剧的演员 另外灰色部队 就是一个女警 就是李征言 在韩国乐坛天后 之前都跟导演 在《司杀半导》合作过 女主角其实是一个 不是新人 也是出道了十年 但是也是一个很有潜质的 一个演员 一个传少尼 再之后 就像配角 好像那个 警察的阿叔 其实都是 如果大家看开 这个红常兽电影 都是一个常客 都是一些比较 实力派的演员 那寄生兽 你又熟不熟呢 你之前有没有看开呢 是不是粉丝呢 《寄生兽》 我其实是由动画开始看的 漫画追过一下 但是 就没有看完 但其实 日本那两套电影 我都有看 其实我都挺喜欢 我觉得 日本那两套电影 其实都 OK 但是看完这个韩版之后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韩国仔他好野在 就是 什么题材交到他手上 他都可以化为 这个南北韩 两个阵营的一个 宿影 那他们 我觉得他们 和原著 我觉得 分别都挺大 日本的 你比较卡通化一些 但是 你韩国这个灰色部队的话 感觉上就好像 写实一些 一个比较灰暗的世界 很反映到他们 韩国人的心态 一直处于这个分裂的状态 也都不知道 究竟 在你我之间 存在多少 是敌是友的人 我觉得他都挺拍到这件事情 但是 最大的 感觉就是 好像 那个寄生兽 那个主角方面 韩国版这个就失色了少少 好像没什么那么大发挥 你觉得 是不是 这个韩国版 虽然都是 用寄生兽来拍 但其实就不是 一个翻拍 其实有少少 像一个 spin off 就是一个 背转形式 其实是 由原著的世界 擴充出来的 另外一个世界 虽然他那个setup也有点似 其实都是主角 就是一个半运种的寄生兽 可以说是 然后又要对付 和一个大反派 意图征服世界大反派的寄生兽 对立 但是他最不同 就是加插了另一条线 就是这个警察 灰色部队的那条线 而且都花费了不少蝙蝠 大家都知道 其实他在里面 几条线 主角的寄生兽 只是其中一部分 反而他的灰色部队 其实都描写不少 再加上 好像你刚才所说 原著其实有少少 主流和一个小数族 就是minority 对立面 如何共存 但是好像 这个韩版 就好像你说 有借消借提发挥 就变成了南北韩 的一种冲突 多一些 好像变成南北韩的 叠战片 双方有些 暗战 这样的格局 我觉得这一部 其实也有 可观之处 第一 最重要就是够短 只有六集 对于我们这些 不是就是 喜欢剥长剧的人来说 的确有个 容易看 起码 至少一个星期 都可以看得完 不用像繁花 那样看到现在 没看完 所以 就是一个其一 其二就是 比较可观之处 就是刚才所说 演员都非常出色 就算主角 好像你说 可能那个寄生兽 这个主角 可能跟原住相比 没那么吸引 但我觉得 他类似的做得不错 他的外形也有点 creepy 有点令我想起 他的外形 其实他找他去做 这个韩国版的 伊藤润尔的富邦 我认为是非常之适合的选择 至于你说 那个寄生兽 我觉得其实他整个造型 都跟原版有少少不同 虽然他都是由人 就是那些寄生兽潜入了人里面 寄生的人里面 之后可以变形 但如果看回他整个剧 好像跟 原版有点不同 好像主角 就算是 主角的原版是 好像是手上 然后眼伸了出来 其实看起来有点可爱 不是那么恐怖 但如果这个韩版就变成了 以我记忆所及的整套剧里面 除了有一个 非行形的有点不同 其实全部 寄生兽都一样 都是头 分裂了之后 就好像有 捉柱 所以他的打斗 全部都是在 摸他的头 有点单调 跟原版的多元化有点不同 寄生兽我觉得 分别就是这里 你又觉得寄生兽 跟原版有什么不同 或者哪一个 吸引你多些 我觉得原版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寄生兽 在手上 他和主角两个 是会同时出现的 就是他们有点 就是好像 两兄弟 就是大家 一起去对付 其他寄生兽 亦都很有这个 人物发展 亦都你会看到 寄生兽和全新一两国 都会有一些 心路历程的改变 例如全新一 越来越像寄生兽 寄生兽又越来越 人性化 所以你会看到 这方面的转变 你会觉得 这个拍档比较吸引一些 在韩版 现在这个 寄生兽就有点是 Dr. Dre and Hai 就是 女主角出现的时候 寄生兽就在 沉睡 寄生兽出现的时候 女主角就好像 暈了 什么都不知道 你在这方面的话 你就比较少了 他们相互之间 没有什么互动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 我觉得 女主角这个发挥的机会 就少了一些 反观你会看回 巨教换 或者你 精言 他那个 鼓滑仔 和灰色部队的 队长的角色 他们两个的发挥 在这部剧里面 我觉得 比这个女主角更加多的机会 还有有一件事 比较特别的 就是 虽然你刚才说 这个韩版是比较 黑暗一些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它里面的血声程度 好像没有日本版那么多 我觉得日本版 如果说漫画 虽然画风 比较 这些线条更简单 但是其实也很贵血声 好像那些 杀人像斩瓜切菜 日本电影版也是 但是这个韩版 好像就不是太多这些镜头 如果记得 它当然也有斩人镜头 但是就很短 又或者它也有些人体残肢 但是也都是暗镜 就好像刚才说 它打到通常都是两个人的头 摸来摸去 但是真的血声又不是太多 我不知为什么 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这个是一个剧集 就是这个赤道问题 也不可能去得太尽 但是变了好像 好像没有那么过瘾 我觉得原版反而就更过瘾 是的 我其实都对这个剧的唯一失望 就是说 就是它最后的 就是我原本估计 它就会有一场大屠杀出现 但是结果就很 其实都 我觉得挺简单的 就了事了 就是打斗也不是太大 或者血声 可能我看得太多这些恐怖暴力的电影 就觉得 不是流到血流成河 就好像不太好看 所以唯一这件事 我是有少少 失望的 但是 它最后最后的彩蛋 又给我有少少少期望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当然希望会有第二季 也都 发展下去 不知道会不会 日韩会大家一起合作呢 是啊 彩蛋 我想 剧头也不是不怕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就是 原版 全新一 角色都有出现 我这次就不是找回 之前电影版 染谷障 去做 这次都是阿障 但是就变了 坚田障匪 也是一个日本影帝 如果看剧情 发展 应该 变成 可能会有日韩融合 日本版 的主角 可能会 和韩国版有些关联 所以 刚才开始 这么说 这个韩国版 真是一个 违转 原住世界里面 扩张出来的一个世界 而不是纯粹翻牌 所以就算大家 之前看了这个原版 或者看了这个日本版电影 其实这部也有 可观之处 有些新意 给大家 不只是重温原住的特色 在这里我又想到一件事 其他人也有估计过 就是说 如果这个韩国版 就是你刚刚说 类似一个外传 有些人也觉得 这个是一个 类似一个平衡宇宙 可能在日本 发生有几身兽的时候 在韩国也发生有几身兽事件 所以后来 就是它 两个和全新一哥出场 又要拍一拍 他的手 可能会有点 就是中日的合作 那我 在那 如果这个韩版 是成功的话 或者 Netflix 觉得有修得的话 你猜会不会再有 其他地方的 寄生兽电影出现 就是 可能继续扩展到 例如 整个香港的寄生兽 或者有个 就是 美国 或者 其他地方 都不出奇 来的 都可能的 但是都要看回 那个拍摄技术的问题 因为虽然是有 Netflix 去打本去做 但是始终都是由 当地的一些製作团队 去拍摄的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说 说到特效 始终日韩比较先进一点 国内都先进的 但是始终 这类型的戏 要拍成国产版 就不是那么容易 香港 始终没有什么 人才 去设计 这些 奇幻故事 台湾 我觉得 亦都是幕后人才 可能未必太多 其实幕后 我想起 突然间 我们去年 好像说过 他好像台湾 曾经都拍过 伊藤润义的一个剧集 好像到今时今日 都没出到街 所以可想而知 在当地要拍这些奇幻类型的剧 好像都不是一个 那么容易 完成的事 那倒是 但是 有期望 怎样都是好的 好 今个礼拜 我们讲的话题 要讲完了 下个礼拜 就应该恢复会和大家 讲一些不同的新片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帮忙一个like 和share我们的片 又或者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如果喜欢 声音节目的 就可以去Apple Podcast 或者Spotify 喜欢文字影评的 就可以去 SinglingSpot.com 电影网站里面去查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